这一讲我们进入周难亡 十二年 辞职通宪记载了三件大事 一是惠星又出现了 但到底出现在哪个天区 有着怎样的政治意义 司马光 赵丽梅讲 二是秦国发动战争 首先夺取了魏国的普版 晋阳 丰陵 然后又从韩国手里夺取了五岁 三是齐 韩 魏 联合法处 我们先从惠星说起 这颗惠星和前年那颗惠星一样 政治归属权还在秦国 从常理来说 秦国人看到了惠星 当时的史官应当记录在案 然后等到司马迁撰写史记 查阅秦国历史档案的时候 把这些记录编辑整理 转录到史记里去 然后司马光再对史记编辑整理 考定增山 把过滤之后的内容 采入资质通鉴 如果我们追溯到史记 就会发现秦昭湘王时期的 灾役记录特别多 即便考虑到秦昭湘王 在位长达四十年 这么多的灾役 也显得太醒目了 秦国历史上 灾役记录最多的是秦始皇时期 其次就是昭湘王时期了 一个是暴君暴政时期 一个是女主家迈器当权 和国君形成共和政治的时期 各有各的非正当性 所以就不知道对灾役记录的取舍 是不是有什么人为刻意的因素 在起作用了 周南王十二年的这颗彗星 倒没有对应着什么政治灾变 只不过呢 彗星县 兵戈起 战火 确实烧起来了 让我们回顾一下秦国近况 前年啊 刚刚平定了继军之乱 按说这么大的动乱 余波呢 一定不小 难道不该继续对外交好 集中力量整顿内政吗 这就建出了一种很经典的政治手腕了 借助外部事务整顿内部人士 今天的公司经营管理呢 仍然常见这种手段 只要发起一个对外新事项 就可以组建一个临时性的团队 借机啊 调整组织结构 让暗眼的人呢 脱离实权部门 给自己人腾位置 貌似对事 实则对人 最好的结果呢 是双赢 事也办漂亮了 人也安排到位了 秦国这一系列的作战 很可能就达到了这种双赢局面 教训卫国 这应该是平定继军之乱的后续动作 毕竟秦武王的母亲和王后 不但都是卫国公主 还都参与了叛乱 秦武王的王后还能全身而退 回了卫国娘家 站在宣太后和魏展的立场 总得敲打敲打魏国 让他们别生事端 这次敲打 把魏国呢 敲得很疼 蒲板 晋阳 风陵 都是西河一带的重要渡口 这里的晋阳 并不是赵无序和智瑶 晋阳之战的那个晋阳 而在蒲板向南不远 再向南就是风陵 也就是前边重点讲过的 黄河转角位置的那个风陵渡 这三座重镇 最具重要性的就是蒲板 前面讲过 西河西岸有秦国要塞 临近关 对岸呢 就是魏国要塞蒲板关 蒲板关的德明 就来自不远处的 这个名叫蒲板的城镇 秦国呀 这回没能夺下蒲板关 那确实太难打了 但打下了蒲板 连带把蒲板以南的晋阳风铭 也都占了 西河的南段 基本都被秦国控制住了 一手南弓的蒲板关 也被孤立起来 今后的后勤补给啊 会狠成问题 除了敲打魏国之外 秦国呢 还把韩国的五岁打下来了 三年前 甘茂积极向韩国示好 淡化仇恨 把到手的五岁 还给了韩国 这让相授等人非常不满 使劲说干貌的坏话 生生把干貌 吓得临阵脱逃 看来秦国还是很惦记着 五岁这件事 又因为韩国竟然向 合纵联盟靠拢 必须敲打敲打 现在让我们重新梳理一下 国际关系 自从张仪过世 秦武王要武扬威以来 国际社会重新洗牌 偏偏秦国呢 又发生了非正常的权力更迭 于是 大到国家 小到个人 都在重新寻找自己的定位 燕国 燕昭王正在努力平息 此之之乱的后遗症 延揽人才 历经土治 赵国呢 赵武陵王正在享受着 胡扶骑射的改革成果 忙着开疆拓拓 心心念念要吞掉中山国 合纵的呼声 再一次高了起来 齐国的孟长军田文 接掌合纵大起 外交能力非同小可 齐 楚 韩魏 开始抱团 但 楚怀王啊 两边都不得罪 同时又跟秦国建交 结果啊 弄巧成拙 同时啊 把两边都得罪了 合纵这边 先翻了脸 这才有了本年度 资质通鉴记载的第三件事 齐 韩 魏 联合发出 叛徒 从来都比敌人 更招人恨 楚怀王两面三刀 相当于玩弄了 齐韩魏三国的感情和尊严 必须严惩 以尽效尤 韩国和魏国刚刚挨了秦国的打 恨难消 一难平 但惹不起秦国 心里啊 这股邪火呢 正好可以发泄在楚国身上 至于齐国 搞合纵 首先是为了自己当大哥 这一时期的齐国 孟长军田文 已经登上了政治舞台的核心区 依凭着强大的私人班底 和强大的齐国国力 开始主导合纵大业 在国际事务上 呼风唤雨 吕氏春秋有一段记载 说孟长军刚开始接过合纵大旗的时候 一个叫公孙红的门客 劝他说啊 您啊 最好派人去秦国 见见秦王 如果发现秦王是一代英主 恐怕您敢去投靠都来不及 更别提跟他作对了 如果看出秦王呢 只是一个平庸之辈 您再搞合纵也不迟 孟长军觉得在里 派公孙红啊 出使秦国 公孙红呢 不如使命 不但在秦国朝堂上 近距离接触了秦朝乡王 还用犀利的言辞 把秦朝乡王的刁难 怼了回去 这就给后来的秦朝乡王 礼聘孟长军 买下了伏笔 如果这段记载属实的话 显然公孙红 没觉得秦朝乡王有多了不起 所以孟长军才会展开合纵外交 迅速拉拢了韩 魏 楚三国 又在发现了楚国两面三刀之后 果断联合 韩魏 罚楚 公孙红失策的是 没想到这一时期的秦国近乎于共和政体 所以除了秦王之外 他还有必要观察宣太后和魏冉那些实权派 尤其是魏冉 他的权力 能力 作为和影响力都非同寻常 还真不是孟长军可以轻松应付的 再看楚国这边 礼不值 气就不壮 眼看着打不过 怎么办呢 办法只有一个 请秦国帮忙 但秦国发现了楚国的两面三刀 自然也不高兴 不会轻易帮这个忙 楚国当然还有办法 老办法 送人质 这一次人质送到了最高标准 不是某位公子 而是太子恒 楚国王位的法定继承人 秦国收下了这份人质 这才派出援兵 解了楚国之为 秦军统帅身份不详 只知道地位是克钦 名字叫通 只是一个过场人物 但很可能 秦国不论派谁挂帅 合纵联军都会退兵 反正这时候还不想跟秦国硬碰 充当人质的这位太子恒 是战国史上的一个比较重要的角色 厚文还会有他的不少气氛 按说当了人质 尤其是到秦国这种强国当人质 未必就是坏事 只要情商够高的话 大可以跟秦国君臣身相接纳 借助秦国的力量 巩固自己在楚国的地位 免得自己长期不在楚国宫廷 有人谋夺自己的继承权 就算不做亲秦派 至少也有机会近距离观察秦国的政治生态和风土人情 做到知己知彼以后才有机会对症下药 但是谁都没有想到 太子恒在秦国财作人质没多久 竟然就惹上了刑事案件 我们下一讲再来谈 《资质通鉴》记载有两件大事 一是秦魏韩三国首脑在临近举行和谈 二是楚国太子恒在秦国杀了人 临近前面讲过是秦国三大关爱之一 位于黄河西岸和魏国要塞蒲板关隔河相望 魏相望啊 已经不是第一次度合来临近会见秦王了 按照竹书纪年的记载 十一年前他在这里见过秦桧文王 在《资质通鉴》的记载里 八年前他又在这里见过秦武王 这一回见的是秦昭相望 在孟子眼里 望之不似人均的这位魏相望 迄今在魏国执政十七年 竟然熬死了老对头秦国的两代国君 在《资质通鉴》的记载里 韩国的遇会者并不是韩相望 而是太子英 这个倒不算奇怪 奇怪的是 太子英在临近会谈之后呢 还单独去了一趟咸阳 再看这一届临近和谈的成果 秦国把普版还给了魏国 但没有韩国什么事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追溯史料来源 《资质通鉴》这段记载 是从史记的不同篇章里面整合来的 而如果严格按照史记的说法 貌似临近之会 并不是一场三方会谈 而是秦朝相望和魏相望之间的双边会谈 韩太子英是单独的一条线 他即便去了临近 也只是路过目的地 秦都咸阳 以正式礼仪拜码头 向秦国服软 但韩国呢 似乎并没有因此和秦国 重建连横关系 再看楚国这边 楚外王因为弄巧成拙 吃了一个大亏 被迫把太子恒送到秦国当人质 换取秦国出兵 赶走其未寒的合纵联军 宋人质在当时并不丢人 这种兴致的人质 也不同于邦匪手里的肉票 就算两国关系破裂 通常呢 也不至于担心人质会被撕票 但是没想到 太子恒在秦国啊 惹出了大祸 和秦国大夫发生私斗 把对方杀了 在人家的地盘 杀了人家的高级干部 后果似乎很严重 到底有多严重呢 其实谁都不知道 因为这种事啊 没有先例 但太子恒一定知道以下两点 一是 现在 楚弱秦强 自己是低头求人的一方 二是 秦国以严刑俊法治国 未必能对外国人质 法脉开恩 所以三十六计走围上 太子恒就这么毫无担当的 逃回了楚国 你可能觉得奇怪 按说太子恒做人质 应该住在秦都咸阳 而在咸阳犯下了这么大的案子 难道真能偷偷溜掉吗 溜掉的难度 确实比较大 但如果站在秦国的角度 看这件事 恐怕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故意放跑太子恒 才是上策 不然 真把他捉拿归案的话 不管怎么处理 都很棘手 而如果默许太子恒 畏罪潜逃的话 秦国就可以得理不饶人 好好的拿捏楚国了 转过年来 周南王十四年 秦国果然兴兵伐楚 这一年里 辞职通鉴记载了五件大事 前三件 一是日泉使 二是秦国攻占韩国壤城 三是蜀地再次发生叛乱 司马座再次入蜀平叛 先看第一件事 日食 辞职通鉴只说 发生了日泉使 却没有提地点 追溯史料来源的话 这次日泉使 应该出自秦国的记载 但现代天文学家 考证当时的天象 发现这一年 虽然真的发生了日食 但咸阳只能观测到 很小规模的日泉使 这应该是秦国使官 记错了年份 这真是匪夷所思 怎么可能记错了年份呢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蜀地的这次叛乱 对秦国的震动很大 所以就把日泉使 借过来拉狼配了 第二件事 也很蹊跷 秦国攻占韩国壤城 但是上一年韩国太子英 不是刚刚败了 秦国的码头吗 秦国不至于这么快 就毫无来由的 去打韩国 更何况 秦国这一年 对内要平定鼠乱 对外的重点军事目标 是新进得罪了 自己的楚国 为了重创楚国 秦国还跟 齐、魏、韩、 合纵小团队 短暂结盟 怎么可能在同一年里 去抢韩国的地盘呢 历史真相到底是怎么样的 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了 只能带着疑问 跟着文本走 再看 蜀地叛乱 资质通鉴的记载 过于简单了 但史记啊 也没能给出更多的线索 只是说呢 蜀侯辉叛乱 司马错 入蜀把他杀了 重新安定了蜀地 华阳国志和蜀王本记 倒是讲了仔细 这两部书 我在课程第一季有过介绍 说蜀地的早期历史相当模糊 最直接的文献材料呢 只有两部 一是汉朝杨雄编写的蜀王本记 流传到今天 只剩下一千多字 二是东晋长渠编写的 华阳国志 记载蜀地 这个华山之南的国度 从远古到东晋的全部历史 是中国第一部地方志 杨雄和长渠都是四川人 有热情为家乡树碑立传 后来啊 李白写出那首著名的长诗 蜀道南 内容呢 就借用了蜀王本记和华阳国志的记载 说 蜡从吉余福 开国和茫然 而来四万八千岁 不与秦赛通人烟 这两部书啊 都有谈到这次蜀地叛乱 华阳国志的内容最丰富 说这一年蜀侯祭祀山川 把典礼上用过的食物 敬献秦赵乡王 蜀侯呢 有个后骂 一直想要害他 这回啊 找到了机会 在食物里边呢 下了毒 等秦赵乡王准备开饭的时候 这个后骂提了一个醒 先别吃 这些东西毕竟是从两千里外送过来的 应该呢 先找人试试 进尘这一试吃 当即就被毒死了 秦赵乡王又惊又怒 派司马错 刺剑给蜀侯 要他自杀 蜀侯夫妇无奈自杀 被当地人呢 葬在城郊 但这个还不够 蜀侯手下了二十七名臣子 也受到朱连 全被杀了 但直里 终归包不住火 后来真相大歪 秦赵乡王准备高规格给蜀侯迁葬 把官果运到咸阳 但麻烦来了 华阳国治的说法 是先发生三个月的大旱 接连呢 又落了七个月的大雨 车都陷在水里 没法走了 蜀王本纪的说法 是大雨连降三个月 道路不通 蜀侯的官果 就是运不出去 看来天意不可畏 那就葬在当地好了 所以蜀侯墓 就在成都 蜀人啊 为他立词 需要求雨的时候 就会祭祀蜀侯 非常灵验 这就是秦国版的斗鹅院 但即便我们忽略掉天人感应那些内容 只看蜀侯被陷害这件事的本身 也会觉得匪夷所思 最想不通的 是蜀侯的后妈 怎么会在咸阳生活 而且就在清朝相亡身边 事实上呢 这个故事完全套用了 左传里边 黎姬陷害晋国太子身生的模板 说他是赤裸裸的剽窃 都不为过 只是把人物角色呢 变了一下而已 晋献公变成了清朝相亡 晋献公的宠妃 黎姬变成了树侯的后妈 晋太子身生变成了树侯 剽窃的人啊 实在是太懒了 竟然直接把后妈这个身份吵了过来 根本就不管 黎姬确实是太子身生的后妈 而蜀侯如果真有一个后妈的话 怎么也不可能成为清朝相亡的宠妃 侍奉在清朝相亡的身边 蜀侯更没可能跟后妈的亲生儿子 争夺什么继承权 所以当我们把故事里的角色 换回左传原版 人物关系 一下子就能理顺了 情节一下子也都合情合理了 可见 剽窃现象不但无疑有之 而且可以做得这么敷衍 这一讲就到此为止了 本年度还有另外两件大事 一是四国法处 二是赵法中山 我们下一讲再谈 再谈 我给你做了一个小小小的巨蛋